再来我们看下一个常态分布,常态分布我有出两题,现在先看第二题 OK,这是一个标准常态分布,这个参数设定你们应该都跟我一样,0跟1 有座同学这应该是OK的,但是我这也是问,有点像上面的那一题啦 可是这一次是用另外一种问法,就是说是相差1.4,与期望值相差1.3倍的最小量数,跟相差1.2倍的最大量数 其实你们现在应该可以看得出来,我所谓的最小或最大都是相对,相对于什么 常态分布的期望值,他这边就写的很清楚就是依照这个mean去指定 对不对,那关键在于说,你们这边这个function,这边的选项设定有跟我一样吗? 有,好,凯则有,那传冰你有吗?就是第二题,有,好,很好,你们是怎么答的? 有,这个你们有答的,有你们来分享会比较好?因为这个比较简单 因为就是看标准差嘛,对不对?对啊,那那么主要就是要知道的,就是说这个probability是怎么样出来的? 好,你们都没做,你们都没做,你们先照着我这样子 好,然后再,那么你们现在不管有没有做,可以在这边加上一些注文,加上一些注解 同样我们用sincere,sincere with,他这边可以看 好,ok,那sincere你们去google就可以找得到 好,然后你们就可以开到跟我这样的分页 好,然后,那我们就只要看这个,他的这个就是0跟1啦 好,那他的累积机率也一样,刚刚经过那个二,经过二项分布 我们现在也,也已经有一个小,有一个初步认识了 他其实就是,这里就是大约是累积到-1.3的地方 好,就是这个对照过来 这里就是对照过来,就是-1.3的地方 -1.3的累积机率 然后再来,到了正1.2,大概是这边 好,你们可以看到,所以说是这边的这个累积机率 去减掉下面这边的累积机率 剪掉下面这边的累积机率 好,那,用GEMOVI的这里呢 你们可以做一个事情来,就是说去证明 就是把这边稍微做一点更 就是我们可以改成选择,然后这里为期一样 这里是-1.3,对不对 好,那这边看到的是0.097 好,那这个先记起来 就是说,X1等于-1.30 这个CDF等于0.097 然后再来我们把这个敷衍的改成1.2 好,那这个CDF就是指的是几率的意思 好,等于0.097 好,然后这边那个再来我们改成1.2 好,那这边它会给,那边找到的是0.885 那我们再记一下,X2等于1.2的时候 这个CDF等于0.885 好,这是记起来 然后我们再把它改回本来这个题目问的 好,它这边是说0.788 好,那大家算一下 0.885-0.097是不是0.788 好,这个意思就是说 所有我们在实物上所算的几率 都是指的是某一段的累积几率 好,从刚刚那个二项分布到现在 就是我们都是在认识 怎么样去算那个某一段的累积几率 或者是根据某一段的累积几率 是什么样的量数 OK好,现在有一个概念了 更有概念 对这个 对这个几率分布中 它可以告诉我们什么 什么样的事 有些概念了 好,现在只是说 我再增加这个 让你们可以做一个对照 这个0.788 是把这两个量数所对应的 就是从这个负无限大 累积到这个量数的累积几率相减 好,它也就是它下面的这个面积方 好,那其实我 那但是很多统计数都是说 是什么这个的面积方 但是我觉得这不够正确 它正确的名称是 是说到某一个量数的累积几率函数 跟另外一个量数 累积几率函数的输出值的差异 OK,因为这样才能够说明 你从间断量数 间断几率函数 到连续几率函数 好 这个简单补充 好,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个第三题 好,第三题 还是常态分布单 就是另外一个参数变了 这个参数变成平均值是5 然后那个标准差是3 这应该设定没有错 那主要是要问 从正无限大端齐的 累积几率达0.05的量数是什么 好,请问你们有没有这个设定 你们有做的话 你们这个设定也跟我一样好 好 那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这边我特意取这个0.05 有没有让你们想到什么 好像是如果特别 你们之前也还有 对那个什么 假设检定还有点印象说 是不是这个好像就是说 是什么那个 什么那个 呃 判断是不是 就是有没有显著的一个重要的界线 好,那如果说现在这个真的我们是要拿这个来做假设检定的话 这个量数其实就是所谓的显著水准 好,那你们看到它可以就直接长成这样 好,那你们那么我们 那同时 我们也可以透过另外一边 这里来去了解 就是这个虚线的右边 这一块 是不是等于 是不是真的等于0.0 那很简单就是 我们现在这次就改成这个 改成这个 然后这边就是选 写刚刚 我这边算算是9.93 9.93 OK,好,有没有看到 你们可以试试看 这是补 这是一个补充 就是这个本来是 本来问题是 没有要 要大家去 去知道这个量 像这一块 如果说这个问题 反过来 反过来 反过来问的话 就是会问说 是什么量数 才会 才会 才会让这里等于 等于那个 0.05 那我觉得这个 没什么意思 好,那你们可以看 然后 这里 关于 关于 什么样的时机 会用那个统计量 会用到常态分布 就是 包括标准常态分布 只要是任何是常态分 分布的状况 是你的这个资料 是可以转换成 Z分数的集中量数 我特别指明 是可以转换为 Z分数的集中量数 所以你们应该可以想到 我现在可以开始 那个 为那个 往前复习的 路 的 过程 可以开启 所以已经 我们再回 再回 再回头谈到 之前大家都要学的 就是描述统计的部分 你们这边可以记 可以在 这一题的最后面的 复注记一下 就是适用的 他所适用的 那种资料呢 你的资料的 只要是可以 转换成 Z分数的集中量数 都是可以用 常态分布 来处理 这个 推论 统计的事情 好 但是这个 常态分布 其实并不是 心理学 最常用的 对不对 那最常用的 就是我们下一题 T-D 如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